规矩从什么地方开始定 新时代的规矩从我们这开始定 因为已经被毁坏了一百年 从新海革命到现在 那么从封建时代是否如法 封建时代它不讲四性济足 它只讲单性济足 这是一种自私自利的表现 你太太嫁到你家了 你姓张 你姓张 你只记你张家人 你不让你太太家里人得到祭祀 但太太家里的人不怨恨啊 人家把姑娘嫁回来了 然后你这祭祀你的祖先 我们得不到祭祀 这不怨恨吗 这不搞事吗 但是这个遗传从哪里来 这是封建的残余 这是错误的 那个时候他们不知道 我们身上有两种DNA 都是传代的 也就是说今天告诉我们 儿女儿子是传代的 传宗接代的 女儿也是传宗接代 传的什么 传的祖先身上的DNA 不是血液 是DNA 科学告诉我们了 女的也在传代 不是女的就不传 传代了 因为你身上也是爹妈的DNA 你哥哥身上也是爹妈的DNA 你们是平等的 那对后代子孙来讲 你姓张的 你比方我妈妈姓碧 我也不祭祀我的妈 我妈的B家的这个列祖列宗也得不到祭祀 那么在我身上 我一半基因是姓张的基因 一半基因是姓碧的基因 那姓张的基因我祭祀了 我通过祖先的力量消了业了 姓碧的这一半就没有祭祀 就没消业 那你身体就一半好 一半什么 不好 对你也不利 你自己独身 你一定要记父亲跟母亲的九族 那你身体就完全健康了 两面的基因都清理了 那对你的后代子孙 你只祭祀你的父母 你太太的父母你不祭祀 好 对你没什么影响 对太太有影响 那她不好 你能好过到哪里去 你如果说太太真倒霉 你还活得很开心 那你不是个人 对不对 你这太恶心了 那么给你生儿育女的人 你都不照顾 你不让她过好日子 你是个人吗你 好 那我这边不管太太 你的耳朵你要不要管 好 你姓张的姓碧的都清理了 我太太姓黄 她妈姓萧 那么她两家都不清理 太太身体病痒痒的 整天有事 然后好 到她 到我的女儿 我的儿子那一代呢 那我张家的都清理了 毕家的也清理了 我太太没清理 我女儿一半好一半不好 你希望自己的儿女 一半好一半不好吗 因为她上面有 这个黄性基因 有张性基因 张性里面又暗含着毕性基因 黄性基因里面又暗含着肖性基因 因为她的外公外婆 爷爷奶奶没清理好 所以大家要懂我们规矩 新时代的规矩 我们是根据科学 恢复了四性基组 不是一个单性基组 因为我们要修不二法 跟众生都不二了 你还自己家里还搞个二性三性 还这个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 那你怎么能够修成 这一生你怎么能够修成佛 怎么能够究竟圆满呢 我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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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来得及到 这样 孙之 梅